亿文富翁企业家艾利·布罗德于4月30日去世 享年87岁 她是慈善家和艺术收藏家 在洛杉矶的艺术和文化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艾利·布罗德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亿文富翁 慈善家和艺术收藏家 她创建了两家财富500强公司 并用自己的财富塑造了洛杉矶的文化景观 在沃特迪士尼音乐厅和当代艺术博物馆等机构的建设中 发挥了核心作用 然后在市中心创建了自己的博物馆 在酒病之后去世 布罗德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布罗德在周五下午病逝于西达塞奈医疗中心 他生前一直很活跃 一直向前看 这位发言人并没有给出病逝的原因 福布斯估计他的财富为69亿美元 这位50多年前在加州安家落户的纽约人 在房屋建筑和保险业蓬勃发展 后来他将自己的财富投入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公民项目 常常为洛杉矶的未来定下日程 1933年 布罗德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 年轻时随家人移居底特律 正是在那个中西部城市 他开始了房地产开发商的职业生涯 在郊区建造独立屋住宅 20世纪70年代 他投资了一家保险公司 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太阳美国 他在那里赚了很多钱 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以180亿美元的价格将该公司出手 1963年 他和妻子爱迪斯搬到了洛杉矶 根据传记显示 作为一名狂热的艺术品收藏家 布罗德于1999年开始全职从事慈善事业 他于2016年从基金会退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